古衣穿越现代 在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国乡村 有一位名为李春风的年轻名医 他擅长古老的中医药学 受到了村民们的敬仰和尊重 李春风不仅医术高超 而且心地善良 常常无常帮助有需要的人 然而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改变了他的命运 一天晚上 李春风在医治一位重病村民时 意外的被一道奇异的闪光吸入 随后便失去了意识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陌生的地方 四周高楼林立 车水马龙 这是他从未见过的现代城市 原本身处于古代的李春风 感到十分困惑和不知所措 他试图寻找回到家乡的方法 但却一无所获 在无助之际 他被一位热心的年轻人 带到了当的的警察局 在警察局 李春风遇到了一位火辣的警花 他名叫李婷婷 是局里的刑警队长 李春风被他的美貌和气质 深深吸引 但同时也感到了压力 因为他对于现代社会 一无所知 无法融入其中 不久之后 李春风在警局遇到了 其他一些角色 包括清纯笑花小雪 傲娇罗莉小美 以及大腕女心水零零等等 每个人都对这位 来自古代的名医 充满了好奇和兴趣 纷纷向他求诊 李春风原本只想过着 简单的乡村生活 但现代社会的繁忙和复杂 让他感到十分无奈 然而 当富二代 官二代等各路人马来找他麻烦时 他不得不展现出自己的医术和智慧 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 在这个过程中 李春风不仅结识了许多新朋友 还逐渐适应了现代社会的生活 他用自己的医术帮助了许多有需要的人 成为了当地的一位英雄 最终他明白了无论身在何处 只要心存善良 勇敢面对 就能够克服困难 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